Dyson 最新的V8 5000 手機吸塵器 那它跟之前的V6有一個不一樣的地方 主要是第一個是電池的部分 它電池的外觀上面看起來比以前的小 那它其他的電容量整體增加33% 也就是說它的使用時間可以更長 最高可以用到40分鐘 那再來就是這一款系列全部都叫做Dyson V8 V8的意思其實就是代表它裡面裝載的是 V8的數位馬達 是Dyson的V8數位馬達 那之前的就是V6數位馬達 對 那V8數位馬達其實它可以提供更強的協力 那在協力部分的話一般模式其實是一樣的 那在強力模式的話增長了15% 那其他不同的地方在於就是第一個是 這邊有一個吸頭轉鍵的方式 它現在只要按一個鍵很輕鬆的就可以拉下來去做切換 對這跟之前是有點不太一樣的 所以你再換洗手完之後它可以更快速更有效 然後再來就是說 到那個垃圾的方式也不太一樣 然後以前Dyson看不到現在電力成多少 那它現在有一個三格的電量資訊 那再來就是說一個很大的進步就是這台的音量比之前的V6音量還好 聖誕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